金森三名确诊病例,其中一名确认Delta阳性确诊者,而三人之中有一名与北京首例是母子关西。 尽管这三名确诊者症状多为轻型,但朝阳区的Delta病例离北京出现首例Omicron的海淀区仅近相隔21公里,代表北京这轮疫情确实存在扩散风险。 对此,北京也针对首都周边13个县市寄出相关规定。 经反经人员在抵经之后72小时内需进行一次核酸检测。 另外,北京首例Omicron确诊者在交叉比对后,感染源疑似是国际包裹上的病毒,因此对邮件快递的检测要求也相对提高。 邮政管理部门表示,将加强国际邮件快件防御措施严格落实消杀流程,同时要求第一时间接触国际邮件快件的从业人员,每周至少核酸检测两次。 不过,不少国际专家对邮包传读表达不同看法,认为通过物体传播新冠病毒的几率只有十分之一。 香港大学生物医学教授金东燕也向BBC中文表示,除了纸张上的病毒必须与感染者体内的病毒百分之百同源,纸张上的病毒也必须为活性,才有可能透过物体感染。 在北京传染源头确认之前,当前首要之物其实还是严格把关防疫。 记者谢汉宇报道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